第二題下列實驗操作方式何者正確 A 浴室液體快速加熱均勻 可用溫度計攪拌 這個是錯的 溫度計是量溫度的 不可以拿當作波棒去攪拌東西 以免損壞 所以選項A錯入 B 未用完的化學藥品丟水槽用水沖掉即可 這是錯的 化學藥品的性質各有不同 有些藥品是不適合丟到水槽裡面直接沖掉的 選項B錯入 C 加熱試管時 試管口需朝向自己才能看得清楚 這個也是錯的 根據實驗的不同需要 試管口可能會朝向 或者是朝向 但是絕對不可以朝人 以免發生危險 所以選項C是錯的 選項C 讀取兩桶中液體體積時 事件必須平視一面 這是對的 我們說過 兩桶的使用 目光要平視 然後凸起的要看最高點 凹下去的要看最低點 所以第二題問我們說 下列實驗錯方式 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C 讀取兩桶中液體體積時 視線必須平視一面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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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